天气冷有人喝酒取暖 结果男头这位先生的酒后 竟然摔进田里活活被冻死 虽汗摔进田里活活被冻死 妻子哭断肠 叫家属怎么能接受 男子沉湿田梗上 前一秒遗体还漂浮在田里灌溉的水面上 只因为喝醉酒不慎摔进自家的农田里 离奇的事不是被淹死 而是活活被冻死 令人难以置信 事发在当天凌晨半夜 当时寒流来袭气温只有10度 田里的水温更只有4 5度 导致男子时温猝死 加上死者喝醉酒 导致血管扩张散热增加 摔进田里后没想到被冻死 事实上2008年 就曾经发生富人喝醉酒 被冻死在车内的意外 2005年 醉汗同样落水 失温致死 跨年夜即将到来 许多人又要喝酒狂欢 偏偏寒流又将来袭 切记喝醉了酒 一定要有人 小心别失足 否则要是在发生 失温冻死的事件 最伤心的还是最爱的家人 我太心了 痛了 中天新闻周大祥 南投采访报导